今天的课程和以前的课程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尝试用一种角色扮演的方式 来讲述一个产品的职业生涯和工作方式 带你读懂产品经理 然后今天的这个案例和故事呢 可能有一点无厘头哈 然后虽然我们课程的名字叫做十分钟 读懂产品经理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了一点 因为我今天在开始之前又把这个PPT改了一下 做到了四十四月 我会尽量展快一点 好 没有吃饭的都来了 谢谢你们捧场 今天挺挺挺好的 八点零一分就进来了二十二个人 故事是这样的 所有的故事大概都要有一个一样的开头 很久很久以前 故事要从你投胎说起 你还是一个灵魂 现在你准备投胎了 你准备投胎来到这个世界 暂时不举手 暂时不举手 我把举手给关掉了 你来到了这个世界 声音清楚吗 声音应该没问题吧 好 当你在投胎的时候 有很多选择 你必须要选择你的生存模式 然后你可以选择官二代模式 需要两万币 富二代模式一万五千币 你还可以选择你什么是我爸的模式 这个模式一万币就可以了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一个产品经理模式 这个模式是免费的 那作为表示的你没有办法 你就只有选择一个产品经理模式了 因为你没有钱 没钱没背景 选择不了前三个模式 在你选择完了模式以后 这个系统自动给你赠送了一个表情 一个表情叫表丝的微笑就送给你 你的头像也有了 这个就是什么 你混这个世界的头像也有了 表丝的微笑 但这个系统很霸道 它会告诉你回复恩取消 但是它会经常提示你什么消息 可能存在延迟 或者不在服务区什么什么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过 当然你选择了产品经理模式以后 开始投胎了以后 你很自然的就投到了一个国家里面 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你就有几个特殊的技能 第一个是生化焊降 化学抗性加一百 莫名的快感 你每天晚上19点到19点30分 你都能够获得30分钟莫名的快感 第三个是山寨无罪 你可以随意删在别人的创意 或者被别人删在你的创意 由于你的投胎模式后者存在的可能性远远较大 好 当你选择了投胎模式以后 然后你就要给自己弄一个名字 对不对 你既然选择了产品经理 那就是Product Manager 仅选PM 你的名字叫什么 拼命二郎 别人是三郎 因为你很二 所以你就只能叫做拼命二郎 你的产品经理有一个天赋 你可以选择你的天赋 但是系统已经给你生成了四个天赋 第一个精确感知 这个精确感知是什么呢 你可以精确的感觉在周围事物的变化 你热爱思考 哪怕一只苍蝇发出的声音 你都不会放过 绝对像那个蜘蛛侠 对不对 不乱知识 你可以轻易说服身边的猫猫哥哥 相信你的想法 若不成功 则有生命危险 此后能领导讲话 天赋 仍然有招大擦皮 在某个国度 领导讲话是很有分量的 但你的这个不要适合领导讲话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然后你还有一个九蜜猫 九蜜猫是什么呢 九蜜猫是 就是说没有一个产品经理 手里边没有几个命案 对不对 你有比较强大的一个生存能力 最后一个是永不妥协技能 在命运之中 你会感到内心有一种力量的召唤 声音很有问题吗 话声有着音吗 好 我看一下 我调试一下 是 我们先教会 感谢 不能疯狂 我先教会 从 我们先教会 估计 我们先教会 士 带 我们先教会 我们先教会 学会 在拜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elen D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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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哈. 这个时候你也开始动脑袋去想你开始尝试的把自己的想法通过笔记本干什么随手的记录下来你画了一个草图你想用轮子然后就这么弄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这是你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你找到了什么boss你说真经的boss我发现一个什么什么的东西所以你看能否我们尝试一下 好就事实想而言我认为是存在较大的一个机会的你把你的想法和草图给那个boss示意了一下哈boss这个时候就说啊公司最近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哈呃你的这些想法呢也比较符合公司接下来的一个战略的规划啊鼓励你去尝试一下呃注意控制尝试过程中的各项成本啊阶段性的给我汇报啊然后boss在最后还不忘说了一句我会保佑你的啊 然后你当然要卸boss龙恩了对不对嗯 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一帮狐朋狗友都叫来了哈你的这个团队的啊狐朋狗友狗友们哈我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哈你就把你看到这个停车然后再到你画这个草图的这个过程和思路给大家讲了一遍 然后你的这个团队里面有个叫乔布斯的家伙哈他就说哎呦这这家伙性脾气特别怪特别古怪哈他就说我觉得不对哈应该是这样的啊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哈 他觉得那个人应该坐到那个轮子里边啊啊这个叫达芬奇的家伙他也很怪哈他说不对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的哈他就画了一个什么画了一个那个飞机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哈然后这个叫盖盖盖茨的这个家伙就说你们这个东西不行没有窗户啊我没有窗户的设计我是接受不了的啊我是不能接受的最后这个叫大为奥格威的哈这个家伙很擅长做营销哈呃以前还经营过呃 全球很知名的一家呃4a广告公司叫澳美对不对哈后来也是投靠你的这个团队哈啊他说我想要一架行驶速度100公里啊连硬币都不会投的交通工具哈他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哈好 然后大家就七七八八的争论起来的哈在争论的这个过程中不能全屏哈多倍的这个暂时不支持全屏的呃在在这个争论中哈其实呃团队的成员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小心思哈比方说这个乔布斯这个家伙哈就说我家里的苹果哈都被咬掉了一大块了哈这个虫子哎呀你还开个毛的会啊老子想回家给我的苹果树杀虫呢啊这个毕加索他倒比较赞同你的想法啊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的去考虑问题哈呃应该 用户的实际需求啊与产品打造难易度哈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来考虑这个毕加索哈不要看他是搞艺术的哈他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个盖茨哎这个做做做技术的这个就你妈又来了他就开始抱怨了心里边在想啊你压上市弄了一个草尼马牌热气球说的可以改变世界结果他妈的在土耳其坠毁了害得我们部门兄弟加班一个月啊然后这个大卫奥格威就说哥都懒得理你们什么破崇蓝铁 我都给你卖的出去哈这个时候你发觉了团队里边这个这个成员们的各怀心思哈大家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的不烂吃蛇的天赋又发挥作用了哈刚才我和波斯简单沟通过哈你说根据过去的一些经验和市场反馈数据的吊烟我们需要让一个可以老百姓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简单易用随时都能用的交通工具哈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产品做了一个定性了哈已经哈所以你和你的团队成员们一起哈打造了一个 最为原始的产品原型出来啊目标只有一个邀请用户来测试一下呃看是否用户真的会需要和喜爱我们的这个构思哈好呃再后来呢啊你和团队成员一起哈组织了一次什么内测哈就是内部的测试你把这个原型给这些人用哈你发觉这些人用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们有的有的用来什么摆裤啊有的用来当成一个生产工具啊 呃一个团队都用这个东西上下班很方便啊还有的人呃用这个东西就超出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想法了啊虽然拿来运输装了那么多东西居然都可以不打啊呃你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呃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反馈以后你发现虽然赶时间打造出来的产品原型不太好用哈但用户仍然对这个产品产生了什么比较浓扩的兴趣而且很多反馈意见啊呃用户有时候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呃天真哈就是按照你的想法来用他们可能把你的东西用成了你不想没曾想到过的一个东西啊好 在做完了用户调研以后然后你又把你又把这一帮家伙召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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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了一起哈啊你说我对反馈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分析我们用户需要更为安全轻易便舒适兼顾的交通工具哈而且哈呃这个乔布斯就出来了哈他说我觉得把手哈应该柔软一点哈还应该添加一个语音的解锁功能这样的这个东西的科技感一定要强啊呃这个达芬奇就说什么使用蓝色和同红色 的搭配更好的体现出这个东西的运动便捷的特点哈用户更为喜欢这样活泼的色彩啊呃然后这个比尔盖茨说我需要具体的设计图才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加油吧啊然后这个大威奥格威说年轻的群体明显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啊然后你的这个团队成员呢各自站大了各自的维度提出了这个想法而且你发觉经过这一次测试以后啊之前大家本来有有一些呃意义和一些想法大家现在经过这次测试以后变得有兴趣 啊然后你又把大家的思想再一次统一了然后干什么呢咱们就接着开始上路了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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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布斯要就想到你说这个拼命二郎啊我进一步优化了这个东西的感受哈并提交了一份相关资料给达芬奇哈主要包括什么啊车在水壶哈和柔软的把手啊这个握感要很舒服啊然后你说什么呃你说这个车在然后你听了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车在水壶这个这段现在是不考虑哈呃这个这段重要是打造什么舒适啊 安全等特点倒是座椅和安全锁的优先度可能会高一些然后你会和这个乔布斯一起商量然后提出这个座椅舒适度和安全锁的这么一个考虑哈 然后提出了以后呢 你又把这个东西交给了达芬奇达芬奇就根据这个乔布斯的这个用户体验设计结合之前的构式形成了一张图纸啊然后你觉得很爽哈 然后你就给这个达芬奇说哎麻烦你把这个东西的具体的尺寸和用料要求标标注好啊呃哪些地方是用什么钢的哪些地方是用什么橡胶的啊哪些地方应该是用海绵的啊哪些地方应该是很柔软的啊回头把这个图纸就交给比尔盖茨啊以便他们顺利的开展 至少工作 好呃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构式完成了以后就交给了这个盖茨了哈啊这个盖茨一看这个图海很开心哈啊呃一口就答应下来没问题我立刻组织团队成员进入生产环节保质保量打造产品为了更好的让团队理解产品呢我还需要二郎给兄弟们讲一下这个思路与要点啊我们立正在下个月的今天提供一批下线产品啊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呃时间过得很快哈第一阶段快要投产了哈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比尔盖茨达芬奇和盖茨交到一起哈做到一起把这个奥格威也交上奥格威之前也没帮上什么忙哈因为他的专产不在这个地方啊他说呃你的这个营销计划啊二郎你的营销计划和产品的说明非常清晰哈从用户定位与实际需求啊入手对一直打酱油哈帮我们更好的理解了这个产品 回头回头boss会参加营销会议啊会参加这个营销会议听取这个营销营销策略 呃也邀请产品团阅参加哈啊这个时候boss肯定是要亲自介入的哈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这个boss又出现了哈 呃又又降临了哈啊然后这个大为奥格威他会来主讲这个营销会议哈我们主要是面向什么都市的白领啊由于他们长期受到了交通的堵塞停车呃苦苦难的影响哈我们极其渴望有一款便捷清场交通工具哈啊啊来打造他主要有什么几个特点啊清便随意舒适价格地点啊这个是营销的啊几个点啊这个boss一听很高兴哈呃 瞬间这个光芒笼罩的笼罩的整个团队哈呃不错等市场推广开始后我们必定会有大量的用户信息反馈boss开始提意见了哈我们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客服团队维修网点等等哈二郎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及时的提提交需求给我哈boss也比较来劲了哈就说你要主动提需求给我哈然后boss还提出了一个建议啊呃要合理分配资源同时要考虑给这个产品加一个电动马达啊这样的话跑得更快更轻松啊这个团队成员一听 包括你一听完了还要扎个把达这个时候来改需求会不会很痛苦啊东西都引造出来了哈呃呃谢谢boss哈回头你这个时候哈啊没事boss回头看回放哈一样的啊好回头回头呃好回头的话呃我们做一份客观的预测给那个boss哈呃完了以后的话这个时候你还很勇敢的什么啊另外电动马达的创意很好啊呃 可否等我们第一阶段验证市场以后再考虑加入啊呃这个时候完了以后boss一听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哈呃boss还提提交提提提醒你注意什么不过硬密切的注意产品上市后的市场反应呃呃在情况呃有情况第一时间要汇报公司已经投入了不少人的物资在这个上面哈务必要求一炮走红啊boss这个时候已经在给你什么含蓄的给你布置任务了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啊产品投入市场后二郎有挑不稳的通过客户团队收集用户反馈在生活中他也不断的在观察用户使用产品的实际情况哈由于第一个阶段产品在市面上极为成功哈二郎晋升成为了什么公司的产品产品总监了哈哈产品总监了哈同时二郎准备进一步挖掘产品的潜力哈你的这个九命猫天赋一直在默默的保佑你哈好呃有一天你去找到这个boss哈 就沐浴在这个boss的盛光之下哈啊是这样的哈长也就是说boss啊根据这个观察发现啊很多社团和组织开始模仿汽车比赛的方式利用我们的产品推出比赛哈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分戏场啊此外还有一些市场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应该抢先的进入啊回头我给你做一份说明报告呈送给你啊这个boss一听啊很高兴啊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他说你的这个方案我都看过了哈呃觉得在这个竞技市场 啊是很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的此外你还要注意我们的整个产品线的覆盖与完善哈boss也给你做任务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你也顺势就什么就提出要进一步的拓展产品线啊有需要有人协助啊由于你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boss也很信任你们哈呃很快答应了你的要求啊向人事部提需求就行了哈在造个产品经理来协助你打造我们更多的产品啊这个时候一路顺风顺水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招来了一个呃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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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毕业的一个小孩哈呃叫什么达克伯伯什么格哈呃他是来负责什么呢家用产品线啊然后你还招了一个这个呃搞运动的哈据说以前是打篮球的啊然后他负责运动竞技产品线然后这两个产品经理呢协助你来打造打造这两个产品线啊当然你还和呃那几个老战友哈 呃乔普斯啊达芬奇啊啊盖茨啊奥格威一起合作哈大家一起合作通力打造哈通力打造哈好呃大家在一起配合哈呃我们从最早的一款很简陋的产品慢慢打造出了各种概念型的哈呃产品等等等等啊是自己编的story哈很有爱是不是哈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挺挺搞笑的哈呃呃 然后你们还打造了很多很有花样的产品哈然后大家在一起都非常有成就感呃通过这个产品最早呃对市场的未知到现在呃大家的呃团结一致哈团结一致打造了更多的产品哈好呃完了以后呢哈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哈呃凭借着你的努力智慧哈不但改变了世界对交通的看法哈 随着一款款成功产品的推出你不但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哈还抱得美人归当然你抱美人的时候也是齐的自己的产品哈呃你和他从此都过上了什么幸福的生活哈然后旁边有一个有一个小人跑出来说哇你妈屌事总有逆袭日啊哈好呃故事就这样就完了哈中间那个条麦耽误了一些时间哈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每一个故事从最开始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呃结尾都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啊 哈好好呃当然故事完了以后哈本来说十分钟讲完的哈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中间条麦因为很久没用过了我趁这一段时间呃还那个呃还从中间到电脑哈很久没用卖了哈刚才不好意思耽误了一下呃然后故事呃很短就讲完了当然我们今天的关注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哈不过也快了呃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很棒对不对好无敌鸟哈无敌鸟哈非常赞啊呃这个故事编了一天哈 找图啊什么什么的哈呃好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回顾一遍哈我们就能够看出产品经理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里扮演的角色啊呃那一天你走在街上哈你凭倦自己精确感知和永不妥协的这个天赋技能呃你发现了什么市场的需求啊那这个市场的需求的话其实在我们产品经理深入浅出的前几节课里面已经讲过这个市场需求的话它有可能是一个空白的市场啊有可能是对一个 一个市场现有产品的一个机会的改进对不对啊好不清楚的可以去看那个产品经理深入浅出的课程哈好呃然后完了以后你向这个boss提出了你的想法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商业需求文档BRD对不对啊BRD啊就是BRD文档哈呃完了以后这个boss批准你的这个BRD文档以后你要干什么呢啊你就把你的团队成员组织起来但是这个团队可以说是你的团队又可以说不是你的团队为什么 你可能和他们是平级哈呃也可能就管不了别人还有可能你也管不了这个根据公司自己的架设啊结构来定的好呃组织团队头脑风暴哈把握什么关键节点的把控梳理思路啊呃大家看我们在初次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团队里面很多人会会提出什么很怪异的想法比如说查布斯这个家伙提出来的想法啊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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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 提出了想法啊呃这个时候要什么要鼓励大家充分发言啊充分的了解团队里面每个成员具体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啊好完了以后的话呃团队里面很可能还会出现什么不不和谐的声音啊呃呃不统一的意见啊面对团队中出现了各种主力与不同意见啊能有效的化解与统一激励团队啊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你的这个不烂之蛇的这个天赋啊好 好完了以后的话呃我们的这个第一辆车很丑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产品的原型设计对不对啊我们打造了一款原型啊一个测试板出来这个的测试板内测啊呃你把它进行测试了以后这个就是什么产品的原型验证对不对啊你来主持这个产品的原型验证啊你发觉啊原来这个东西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原来用户会这么去用这个东西啊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呃当我们收集了足够多 很多的用户的意见反过以后啊我们呃有进一步的一些想法我收集了这个是要对什么对这个用户需求的这个进行分析啊与把控对不对不是所有的需求我们都来做所有的需求我们都去满局对不对啊我们要分阶段的分轻重的来做啊当然你的团队也会给你提出很多的意见和想法啊你也要什么你也要啊有有分寸的去把握这个东西啊当然呃很多东西你定不下来的时候要和大家上 商量同事要和领导什么商量对不对啊好呃我们把这个高保证原型出出来了以后啊我们呃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视觉设计师达芬奇还要干什么还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好做得很好以后要干什么呢是不是就要把它交给我们的盖茨了对不对哈这个绣球就去这个借力半就丢给盖茨了哈但是呢啊这个盖茨呢他虽然参与了 大家更多的精力是放在这个技术实现上边的哈呃就要和这个项目经理哈更更好的什么开展研发的工作配合他啊配合他比方说宣讲啊讲理清产品思路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呃当这个产品研发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个市场团队的营销团队的人就会介入进来这个奥格威就会介入进来了然后的话呃这个产品团队就要配合这个呃营销的这个团队 来开展什么市场营销工作对不对好好呃到一定阶段以后我们要给boss进行回复回报对不对经常开会啊什么的哈开会的过程中的话我们首先要产品性的要干什么争取资源啊并有效屏蔽来自领导的压力因为领导他不会全程跟你的哈呃领导很多时候boss也是很有想法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样呃就要这个呃有效的来 屏蔽boss的想法对不对把boss好的想法采纳或者呃放到某个阶段去不好的要顶出压力干什么要把它屏蔽掉同时呢哈boss给你提出了什么提出了要求这个时候还要求你要什么你要有一天的什么目标完成度抗压能力对不对产品经理好我们再来看好呃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们还要干什么产品的迭代与产品方向的探索对不对 啊你说你会看到了一个新的市场机会等等等等啊呃方向的探索好呃同时呢当产品线多了以后我们要对产品线与产品团队进行什么管理和把控啊呃呃这个小门湖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呃这个要根据具体的产品而定还要根据这个产品的呃开发周期而定啊呃如果呃有句话叫什么就是呃 冰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呃如果说根据产品特性的话你这个产品特性很快就可以上或者你前期需要预热的话你的营销肯定要走在前面对不对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是想什么像苹果一样啊他可能就是什么呃确实要等到了那天发布会了他才会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对不对啊呃你这个你这个这个问题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举个例子我们看暴雪出游戏的时候是不是在提前一年他就会说他有一个 这个游戏了这个游戏他会陆续爆料这个就是营销走在前面了对不对暴雪做游戏的时候魔兽世界每一次版本更新每一个新游戏等等那苹果又是相反的他会一直保密到发布会的那一天啊呃没有具体的东西具体的要看呃实际的需求和自己的特性哈好你就要把控团队和进行什么产品线的管理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能力要求是升级了哈好好打造今天改变世界的产品 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改变世界我觉得这个口号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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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挺好的不过我们的口号可以稍微务实一点吧改变人们的生活对不对啊比方说呃老师的这个产品经理深入浅出的这个课程这十几个下来以后很多同学反馈很好啊因为同学就直接说老师我呃听了你这个课程以后我现在已经已经开始呃做到产品助理了哈已经做到产品经理了哈呃那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这个课程的话也是呃改变了 什么呃一些同学的生活对不对哈哈我们觉得可以说小一点更务实一点哈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哈最后是什么这个产品呃产品呃经理是什么呢成就他人成就自己对不对哈当然很多公司产品经理的权利没有那么大我后面会介绍哈好呃故事到了最后的话哈多了一页故事到了最后的话呃我们来看哈实际上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的几个 呃著名的人物哈他们都扮演了几个很重要的产品打招的角色哈呃公司产品经理哈是你对不对交互设计师哈或者把它说大一点用户体验设计师呃乔布斯啊视觉设计师达芬奇项目经理和研发团队的代表哈盖茨啊市场运营团队的代表是什么啊那个大卫奥格卫对不对啊呃这里呢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哈呃产品经理实际上是一个职能的名字他不是官闲哈更不是真正的总经理哈呃国外的企业很多都是总裁副总裁CEO这些是官闲对不对他会担任某一款产品的产品经理啊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明白产品经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到底什么是个东西他其实他也不是个东西哈对这样说的话可能呃就是说他其实不是什么总经理总经理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官闲对不对 而产品经理他是一个职能他是一个职能在国外的话有像CEO他可能他有公司有很多产品线那公司重点打造的产品线他可能会去亲自负责他是CEO但他同时又是这一款产品的产品经理哈好呃产品经理是什么呢是发现者探索者实践者鼓动者冲锋者组织者他同时还是个什么顶雷者顶雷是什么哈产品出问题了boss抓谁进去顶雷抓你进去顶雷啊boss打雷的时候 你就去顶着啊这些交互设计视觉设计啊这个时候都跑边边上跑到一边去蹲着哈你去顶雷啊开个玩笑啊至于很多人说产品经理没有实权啊是没有实权的工种啊未必正确未必正确优秀的产品经理是善于获取资源和组织资源的他是在一个呃企业和团队里面左右逢源的这么一个人啊左右逢源的一个人好呃如果你想作为一个改变世界或者说 小一点改变人们生活的人那你就从产品经理做起吧啊好呃故事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啊呃欢迎大家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